你好,歡迎收看7月11號大花蓮地方新聞,我是旅會 花蓮縣連續23天維持零確診 縣長許甄惠在11號的防疫記者會上表示說 花蓮縣長者莫德納疫苗在7月14號都還有名額 從12號開始也開放電話預約 請鄉親可以踴躍上網或者是採用電話預約方式來登記 來提升花蓮疫苗接種覆蓋率 縣長者莫德納疫苗預約狀況 7月13號除了花蓮高工之外 花蓮市吉安鄉以及新城鄉本大花蓮地區網路預約幾乎爆滿 7月13號上有剩余的名額 12號也將啟動電話預約安排施打 請符合資格三位施打的相親可以預約申請 7月13號在花蓮市吉安鄉 幾乎都預約滿了 除了花蓮高工以外 那花蓮吉安新城 這個我們整個大花蓮市來說 幾乎在7月13號都已經預約滿了 那現在如果您有要接種的話 請預約到7月14號 現在網路依舊可以預約 7月14號您只要點上全天 它就有這些花蓮市就有中華國小 中原國小花蓮高工那吉安鄉有化人國中吉安國小以及 油安活動中心 那新城鄉依舊在北埔國小 那我們來看花蓮市在整個大花蓮市整個花蓮市來說 7月14號一共還有一千六百二十六劑 還有一千還可以打一千六百二十六人 所以請鄉親長輩這是打莫德納疫苗 請大家可以用網路預約 那明天開始就會開始啟動電話預約 所以電話預約我們的無論是鄉鎮市公所也會引導 這三個鄉鎮的這個鄉鎮市公所的接線人員也會引導 大家會到7月14號來施打 會為大家安排到7月14號來施打 國安縣衛生局長蘇佳祥表示 這次疫苗預約期間非常緊湊 由於未來疫苗配發會依據醫院來登記 若花蓮醫院登記跟符合資格的人數偏少 將會造成配發花蓮疫苗相對也會減少 鼓勵符合資格的鄉親盡速上網登記 若不會登記也可以請親友或他人來協助 記得鍾意花車到